休闲锤吊 软烧际鱼 叫头祸麻 山摇野素 这要是扎到一下 估计会受不了 春日采摘 血尘丰收 一口咬下去就感觉整个果粒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了 当地的创业者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发展休闲旅游 创收致富 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四川景岩 春暖花开 好时节 踏兴出游正当时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乐山市景岩县的红星湖 您看我的身后是大片盛开的油菜花 湖面也映衬出了春天的气息 您瞧 今天我是一身钓鱼的装备 一会儿我就要带着您好好地去感受一下钓鱼的快乐 修建于1973年的景岩县高凤镇铜星湖水库 拥有水域面积1100余亩 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半岛延伸近湖面 和错落排列湖区的小岛 共同构成铜星水库独有的湖泊岛屿景观 湖区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水美景 和远近闻名的优质湖渝 吸引了广大游客前来锤钓游玩 春钓鸡鱼 这么多 不算多 这已经很多了 您是从什么地方过来了 路上城里边过来的 专门过来的这边钓鱼吗 对 对 早晨八点过来的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吧 春天 户外 钓鱼 这环境很好 鱼是野生鱼 您觉得钓鱼钓的是啥吗 钓的是心情吗 还是怎么样 钓的是过程嘛 愉悦 像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白鹿黄鸭呀 然后现在又开了油菜花 空气也特别好 近年来 红兴村一坨红兴湖 得天独厚的优质水资源 采取人放天养的模式 养殖了青莲 鲸鱼 草鱼 等十余种鱼类 在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同时 把弧兴水库 发展成为了钓鱼网红打卡地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装备 您看 我手里的这个鱼钩呢 是铁的 您看到这个圆盘的地方 它是带磁性的 然后我这两个钩 一放在上面 您瞧 就被牢牢地吸附住了 今天我准备的这个鱼饵呢 是一个面食的鱼饵 里面啊 掺了这个红虾粉 这个只要把这个耳料放在上面 放在这两个钩上面哈 我们轻轻地一拉 您瞧 这样就挂好了 这个钓鱼啊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去感受到这个鱼咬钩的希望 俗话说得好 江泰公钓鱼愿者上钩 我这时弯钩还钓上了鱼绳 二十多分钟了 一条也没钓上来 不过我相信总会钓上来的 好像上钩了 看看 这有一条 我这一新手抓鱼的时候还比较笨 但是我现在此刻非常的兴奋 这个呢 是我今年钓上来的第一条鱼 半个小时的等待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红星湖边上的三栋瓦房 就是红星小院 小院里的乡厨叫贺基云 也是村里远近闻名的座鱼高手 游客小妖在她这里吃上一顿鱼 要么自己带来活鱼 要么就得提前预定 她制作的胡鱼鲜美合口 让人垂涎欲低 今天来的那个感觉怎么样 非常棒 然后这个桌上的美食 这个主食 这个鱼就是我今天自己钓上来的 然后我们钓上来之后 然后直接到这个附近的这个餐馆 就直接来加工 味道也是非常棒 然后今天做的就是那个酸菜鱼 吃得特别爽口 因为春天里了嘛 然后大家几个朋友一起 就一起过来玩了 因为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嘛 然后感觉非常的想贴近大自然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春天 然后这样今天呢 是奔着它这个鱼来的 因为这边的鱼呢 它比较的生态 贺基云一直从事相厨工作 因为成长在这里 所以鱼是贺基云厨艺的基因 咱们这三条鱼怎么做啊 何师傅 做那个酸菜泡椒鸡 我们本地的那个泡辣椒泡生姜 还有加那个大蒜 把它搞碎以后 加点芹菜 加点蒜苗 加点那个小葱就行了 好嘞 油而不腻 酸辣适中 却又不失鱼的鲜香 吃上一口便打开了全部味蕾 陶醉于这道色香味俱全的 生态鱼的美味中 软烧鲸鱼好了 接下来我替大家尝尝啊 真的是非常好吃 因为它是用这个泡生姜和泡辣椒做的 所以在入口之前就可以闻到那种 泡菜的一种特殊的清香味 然后才是我们这个鲜美的鱼肉 在嘴里化开的感觉 真的是特别棒了 哎 贺师傅 您做这个香厨大概多少年了 34多年了 34年了 32年了 是吧 对 那您除了在这儿做 还在其他的地方 承办什么宴席吗 我们在周边那个乡镇上 把那红白喜事啊 我们都做 有些结婚的也做 那您这一年的收益大概有多少 十几万吧 春天采食野菜 历来是民间的习俗 在树林里 墙根下 乡间小道旁 到处都是不清眼的小草 它们平淡无奇 自然生态 一番采摘清洗烹饪后 李静波总是能把他们 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李大哥 咱去哪儿啊这是 今天我带你 采一种椒野菜东西 叫叫头 因为这个 应急的季节 甚至是野生教头的时候 这个叫头 我们可以拿来涼拌炒腊肉 听起来就挺好吃的 这个野菜就是你们 这个农家小院的特色是吧 是的 采完之后 我们还要带你去采一种野菜 叫货麻的东西 货麻 听起来就挺刺激的 走在这种乡间的小路上 真的是非常惬意 旁边就是盛开的大片的油菜花 然后背后呢 还有竹林相应城区 可以说是行走在画中一般 开的小路上 рус comercial 所以 林相应 rescue 那边 实际上 油 fate 偶尔 伯雯,你看,這是野生教頭 這個就是教頭嗎? 對 這個怎麼挖? 這個,我們把這個排名刨一下 把這個排名刨開 把這個根部完整地挖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注意事項了,要把根部保留 您操作一下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找的這個教頭 大家可以看到,別看這個教頭毫不起眼 但是它長得還是挺有特色的 底下像蒜,上面像蔥 咱就不知道味道吃起來是怎麼樣的 師傅教完了,徒弟也實際操作一下吧 我也來試一試 我看中了旁邊這一株 還是需要靶子力氣的啊 我這樣算成功了嗎? 哎,還是挖出了幾顆啊 看來我還是沒有你熟練啊 民間有一句諺語 餐前飯後食教頭,不打狼鐘門前過 表達了教頭要食同源的觀念 而且教頭還具有獨特的色香味 口感潤滑,爽脆可口,還略帶甜味 這就是我們今天滿滿的收獲了 拿在手裡面呢,一股蔥香味 想必和腊肉炒起來 一定會非常好吃,我特別期待 那這個,我們教頭已經這個採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去摘火麻了 野火麻,草原上的牧民叫它咬人草 陝南山民稱它遮人草 它遍佈大江南北 而四川地區溫潤的氣候 更加適合它的生長 這就是貨麻,這麼大一片 對,這就是貨麻 這我們是怎麼摘呢? 你看這貨麻它全身全滿的小吃 炸在肉裡面又疼又麻 所以說今天我們這貨麻 戴了壁伯格少的手套 你還給我們準備了裝備 這個手套摘,它才不炸手 好好好,趕快裝備一下 我也帶了一副 帶了一副,帶了一副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對吧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貨麻的這個 筋上面全都是小吃 不知道被扎一下會有什麼感覺 我還是不要輕易嘗試了,我覺得 炸了色,又麻又眼了 是吧 現在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讓我這個師父,李大哥 給我們來展示一下 怎麼樣來摘這貨麻 我們取什麼地方呢? 我們就先摘這顆吧 好好好 我們開始摘 把住它的這個 把住它的主要的金額 一片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吃一般就是吃它的這個部位 因為這邊上面比較嫩一點 做出來的口感更好 好的,好的,我學會了 就這樣 就可以了嗎? 對 這樣就行了 您別看這個貨麻表面上是人畜無害的 但是轉過來 您瞧,暗藏殺雞啊 這背後葉子上和荊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刀 而且還非常的硬 我估計這樣徒手一抓 絕對受不了 李進波在高石坎村經營著一家農家樂 每年三四月是野菜肆意生長的季節 也是李進波的農家樂生意最好的時候 而此時賣的最好的野菜就属野教頭了 在灶頭隨意而做 味道清香爽口 一口野教頭 不僅飽含大自然的氣息 更是滿滿的關於春天的童年回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臘肉切得薄厚正好 而且已經變成了這個透明的狀態了 再配上我們的教頭 太香了 我估計老師這道菜本身是非常非常好吃 還是你的主意非常好 這個教頭呢它是有一種這種通蒜的這種清香 但是沒有那麼臭 但是這個臘肉配上這個我們說的這個野生教頭 吃起來是這種鹹中帶來一股清香特別的開味 相比於香味濃郁的教頭 那一道野菜野貨麻卻浑身帶刺 給人一種無從下嘴的感覺 但在李進波的手中 他與另一道食材豆花相互搭配 彼此成就了對方的美味 好可愛 好可愛 煎鸡 这个蜜汁的就叫蘸水 嗯 真的是非常好吃 可以说是入口即化 它附近有这个豆子的 这个香甜的味道 而且呢 还有一种野菜的清香 应该是霍麻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棒 几年前 李庆波创新的 将铁霍麻加入豆花 为传统的豆花 注入了别样风味 一时间在当地小有名气 他的农家乐 也成为众多老饕 争相达卡之地 酱和草拔肉 然后它是野生的嘛 然后就很有 别有一番风味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了 就很爽口 然后就很想来一碗米饭 非常好 也非常保湿 因为霍麻豆花 在其他地方不能吃得上 所以在这个 祝元的高市坎 才能够吃得上 所以今天专门过来 吃这个豆花 李大哥 我想问一下 像我们今天中午吃的 这个酵头炒腊肉 和霍麻豆花 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呢 今天中午我们吃的 这个酵头炒腊肉 我们一般收的是 35亿饭 就是霍麻豆花 我们是收的20 那还真不贵 就像我们这个 就平时的这个野菜 是怎么售卖的呀 野菜是就是有游客 游客自己挖野菜过来 在我们这边加工的时候 我们根据就是 他要点菜的需求 根据实令的价格 再做出了一个价格 他们点菜然后你给他 按实令的价格来算 这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个一年当中什么季度 哪段时间 你的人气最旺 一年当中就是在春季 春季就是李子花开的时候 有来山李子花 还有油菜 还有比如说 吃柑橘的时候 来游客比较多 最多一次的时候 来过多少人 最多一次来过八桌 当天是把我累得累惨了 挣钱可不能说累 那这个一年的销售额 大概有多少钱 一年的销售额 大概就在20万左右 还是不错的 沿着乡间道路 蜿蜒深入 位于景岩县东林镇 高家村的一座果园里 柑橘树郁郁葱葱 挂在枝头的血尘 橙红发亮的色泽 和圆润的形态 在阳光的照射下 格外吸引人 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此时 园主郭俊华 看着满园 汁水饱满 香甜可口的血尘 欣喜之情 油然而生 郭大哥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 你这个果园叫做 顺溜果园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之前是不是看了 一个电视剧 叫我的兄弟 叫顺溜 对对对 就是于中国的这个果园 顺顺溜溜溜的意思 挺好的 那现在您这个果园的面积 大概有多少 现在这个果园是 200多梦 然后我们整个 我们顺溜果园的话 还有整个大的果园 有五个 有五个 总共一开始 一千余目的果园 对对对 2003年 从事运输行业工作的 郭俊华 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种植柑橘 为什么会选择 种植柑橘 除了景年县的土壤和气候 非常适宜 柑橘的生长 柑橘种植历史悠久的原因以外 更重要的是 小时候 家里的三十株红橘 曾经带来过收益 红彤彤的红橘 在儿时的郭俊华心中 埋下了一颗种子 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 不会叫这个 雪橙 因为它里面呈现出了 这个 雪丝般的这样的颜色 特别的漂亮 那我们这个 雪丝样的状态 是怎么来 这个 形成的呢 这个雪丝 这个雪橙 它的花青素含量 比其他橙子 也高得多 说说它呈现这种 蜇红色的这种雪丝 还有这个雪丝的 这个维色含量 也高于其他橙子 这个品质是特别好的 因为它的汁水特别多 对 现在我们拿到手里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汁水就已经在往下滴了 为大家展示一下 来 大家看到没有 雪橙就像血一样流下来了 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多汁 来 我替大家先尝一下 尝这个 好 尝这个 这个汁水比较多 这个就是现榨的果汁 进到嘴里面 是非常那种纯天形的感觉 对 而且果汁的这个香味 特别的浓郁 特别棒 里边这个果肉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我刚才挤了一下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说是磕磕饱满 吃起来的口感 不知道怎么样 我替大家尝一尝 果肉的肉质 非常的这种厚重 果肉非常的厚 而且吃起来呢 可以说是磕磕饱满 到嘴里面就爆开了 非常的好吃 郭俊华种植的血尘 口感清甜 香味浓郁 所以 每当甘菊园成熟的季节 许多游客 都会慕名而来 刚才尝了一个 确实特别特别的甜 然后我准备 采个几十斤 回家 跟大家分一下 味道好吃 而吃起来过后 有一种花极树 有一种带来 玫瑰花的气味 一人富不是富 大家富才是磕 经过17年的艰苦奋斗 郭俊华的柑橘种植面积 从初期的40余亩 发展到现在的上千亩 带动周边上千农户 发展优质柑橘种植上万亩 种植户年均收入超过5万元 让甘菊产业 真正成为村里的富民产业 现在我们的这个 确程的销售方式是怎么样 我们有入院财责 还有我们职务超市 还有我们在电商品的销售 多种取代 几个小时 你这个产量一年能有多少 产量一年是50多万 50多万金 现在这个售价和收益怎么样 收益平均下的可能是4块左右 收益的话就是 马互利是200多万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不断发展壮大的绿色产业 成就了这漫山遍野的 绿色生态柑橘 郭大哥 咱们这个一车的薛程 是送到哪儿啊 我们这车的薛程 是送到洛杉三宝 超市去的 送到超市里 大概有多少斤 这车薛程有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 对 大家看 这一车的薛程 真的是丰收的场面啊 这个果实啊 这个黄中带着红 就像是一颗颗小太阳一样 也像我们景岩县的柑橘产业 充满着无限的活力 在这儿啊 我们也祝愿郭大哥 你的事业 可以像你的合作社的名字一样 顺顺溜溜 红红火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